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江戶時代既是一個歌舞生平的太平盛世 也是怪壇廣為流傳的一個時期 人們對於生活中許多不能理解的未知失誤 總會以豐富的想像力描繪出種種神秘而動聽的故事 之前介紹過的妖刀村正傳說也是如此 而今天我們要來談談目前已知文獻中 日本最早的飛碟目擊紀錄 虛舟事件 故事是這個樣子的 在距今200多年前 日本饗河三年的時候 長路國一處名為哈拉雅兜里的海岸 突然出現一艘形狀怪異的船 這艘船的長度約5公尺 上方有著透明的窗戶 船的底部則是由鐵索製成的 奇特的外型看上去就宛如漂浮在海面上的堅果塔一樣 雖然怎麼看都不像是本地的船隻 但是長路國的漁民出於好奇心 漁夫就這樣滑著小船 將這艘哭吱吱吱漂浮在大海上的怪船拖上了岸 當然這樣的做法也有可能是出自於 妄想裡面會爆出堅果太陽就是了 上了岸後 眾人走近一橋 這才發現船裡做了一位長得美貌異常的女子 她的頭髮和眉毛呈現紅色 卻有著長製妖際的白色麻味 女子的口中說著她們無法理解的語言 也無法推斷她從何而來 當眾人對此議論紛紛指指點點時 女子也僅是不慌不亂的帶著悠閒的笑容 從她的言行橘子看起來高雅非凡 似乎是個身份高貴之人 但與女子從容行徑相異的是 她的手中僅僅抱著約60公分左右的長方形盒子 不僅片刻不離地抱在懷中 也禁止其他人的觸碰 雖然大家不知道盒中放了什麼 但由她的反應來看 我們可以知道這盒子對於女子而言意義非凡 從女子身上問不出個所以然後 漁民便將線索指望在怪船上 一陣搜索之下 他們在船上發現一瓶水 兩件毛毯 一些小糕點和肉類食品 同時也在船人內部 發現許多三角形和圓形所組成的符號 然而除此之外 沒有再更多的線索了 眾人再度陷入苦思 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一個默默站在一旁觀看的老村民發生了 她認為這名女子可能是異國的公主 因為對丈夫不忠而慘遭驅逐流放 而她視若珍寶的盒子裡 可能放著她愛人的頭 是說這些古人還真的是兩三句離不開獵刑了 在她講了一口好幻想後 那到底是要讓他留下來還是把他趕走呢 這可讓這些撿到經過太陽的漁民陷入良心的糾結 然而這個解救了再久也有打開的一天 之前已經有將異國船隻趕走了先例 這次人們也決定要遵循古法 將這艘怪船和怪人丟回海上 他們堅信達爾文理論 不要下拜好嗎 認為女子有福氣的話自然就會存活下去 這整起事件也就在漁民決定將堅果塔放水流後告一段落 以上這個故事是由江戶時代有名的作家 屈挺馬琴所著作的《兔原小說》裡收錄的版本 除此之外在《英書雜記》《紅弦水筆》《梅之城》等書本書記裡 也都記載了《虛州事件》其他大同小異的版本 這些紀錄伴隨著人們一代代口耳相傳 虛州事件的討論度也延續到了百餘年後的今日 我們可以從《兔原小說》和《幾本書籍》所繪製的圖畫中 發現到虛州的外觀比起小船而言 形象更接近大家所熟知的飛碟 而神秘的是 圖畫中還附有剛剛提到的奇特文字 這些看似不像當時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所使用的符號 後來卻在時隔一百多年後的英國再次出現 1980年12月26號凌晨三點 巡邏中的英國士兵約翰·巴勒斯 看到不遠處的蘭道山森林似乎有飛機降落 他連忙前往現場查看 在目的地等著他是一艘停住在地面的不明物體 三角形的外觀看起來工藝非凡 物體的表面帶有溫度 而且有特殊的符號和圖騰 根據約翰·巴勒斯在事發當時所記錄下來的符號中 有一些三角形和圓形的組合符號 居然和我們今天講到的虛州事件船內的文字有些相近 這意外的巧合也讓兩起發生在不同時代的飛碟事件搭上了邊 也因為這個巧合在像剛剛提到的種種的描述 不少人相信虛州事件則發生在200多年前 並被記錄下來的飛碟事件 講完了這些有趣的故事後 我們要來講講學術皆是如何看待虛州事件的 日本知名的民俗學者柳田國男 對於這起背後人稱之為飛碟降臨的事件就曾有深度的研究 他於1925年出版的文章中 從數個角度來分析這起神秘事件的始末 他認為早在更久遠的玉切草子、索金節等書籍中 就已經有許多類似異國公主被放置在空心船流放的情節 因此柳田國男判斷虛州事件是結合了古代傳說和歌謠所延伸出來的相異的傳說 不只是柳田 其他的學者也對虛州上岸的地點提出質疑 除了書本書籍上記載的虛州發生的地點接不移之外 學者核對當時的官方紀錄 文獻中並找不到虛州故事所描述的地名 然而這種奇怪的外國船隻上岸事件涉及到國土安全 當時的日本對於這種事件是非常重視的 照理來說會通報地方官員並記載在當地的史料中 但我們也無法在所有的地方史料中找到相關的描述 最後多方考證和虛州事件的證據不足下 現今學術界大多認為虛州事件純屬虛構 不過就算可能是假的 我們卻不禁好奇為何當時會興起這樣的傳說 這得要從時代背景說起 部分的學者認為當時的日本正處於鎖國時期 日本平民是沒辦法輕易接觸到外國文化的 因此民間對於歐美等地的外國人懷有未知的恐懼心態 再加上日本各地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的類似傳說 更讓虛州事件顯得會生會矣 而對於虛州形狀上的解釋 有一間解認為他與古代海女所使用的類似葫蘆的空心浮球相似 應該是基於空心浮球的認知而產生的想像 也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本人看到西方的海龜號潛水艇所做出的聯想 這些推測或多或少解釋了虛州事件的故事和形象是如何誕生的 結論上來說 虛州事件雖然經過許多學者們的考證後 認為是起純屬虛構的鄉野傳聞 但他和蘭刀森森林事件符號上的巧合 仍讓許多飛碟迷對此抱持著樂觀的看法 大家還喜歡這期的江戶飛碟事件嗎? 喜歡這種歷史題材的朋友也很歡迎下一期再來收看 或是可以按一下訂閱鈕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和虛州事件相關的鬥知識 非常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